本土疫情持续的警戒 不过今天指挥中心还是宣布 全国继续地维持二级警戒 到2月7号过完年 口罩加盐措施 从桃园获取到全国 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况 外出一律要全程地佩戴口罩 但是呢就怕疫情会压不住 有官员认为说二级警戒不够 建议应该把疫情热区桃园市 单独地升三级 但是专家认为 如果只单独地把桃园升级 恐怕会让桃园市的居民 往外走 反而会让疫情传得更快 那么医生就建议了 其实呢民众在这段期间之内 可以自我防疫升级 包括了年节期间减少社交活动 本来呢可能一天要接触十个人的 如果降低为两到三个人 对防疫应该也是有帮助 桃园疫情拉警报 台北宜兰高雄也多点爆发 指挥中心仍宣布维持二级警戒 到2月7号过完年 但口罩规范加盐 从桃园扩及到全国 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形 外出都要全程佩戴口罩 但就怕疫情控制不住 有官员认为二级警戒不够 建议将疫情热曲 桃园市单独升到三级 不过有专家认为 贸然将单一地区升级 恐怕会引发逃难潮 桃园独自升三级 也有可能造成说族群跑到别的县市 去享受二级的生活 单独的地方升级的话 造成族群更大的迁徙 其实加造岛内 一个很严重的扩散的感染 医事建议民众可以自我防疫提升 年节这段期间缩减社交活动 例如平均一天可能接触十人 可以缩减到两到三个人 对防疫也会有帮助 接触是一定要的 但也不需要太过于恐慌 会希望就是说 不要去人挤人 一定要戴口罩 一定要亲洗手 疫苗能够打赶快打 指挥中心强力呼吁 年节期间不要去人挤人的地方 也降低感染风险 而世界外申组织欧洲区主任认为 Mkron病毒已经将新冠疫情推入新阶段 预估今年三月可能会有60%的欧洲人染疫 一旦传染力消退 欧洲疫情就会结束 台湾也会在三月份结束疫情吗 不管疫情走势如何变化 眼前春节防疫民众不可松懈 也就算报道